本所日前監獲民眾華爾銀式遭假投資詐騙 警方為茶器詐騙集團防治不法便與民眾合作 洋裝配合面交20萬元的款項 原始在一旁便宜埋伏 待車手出面取款時 當場壓制逮捕 並從車手身上查扣兩支手機及鬼罩的買賣合約書等贓物 全案訊後依詐欺及洗錢防治法移送法辦 警方呼籲切勿輕信來入不明的投資訊息 宣稱短期高獲利低風險的往往都是詐騙 投資務必通過合法管道才能確保財產安全